猫神道出心中最大的遗憾 辅助刚迎来巅峰期就选择退下 最大的遗憾是在巅峰的时候没打了 就是我觉得我的辅助在登峰造极的时候没打了 这是最大的遗憾 很遗憾 AG并非没有短板 却也拥有着其他队伍没有的优势 新版本或将AG从山顶拉入谷土 伴随着EDGM遗憾输给Estar AG系教练艾斯未能创造奇迹 让队伍从B组摆脱 逃离无缘季后赛的魔咒 反观AG这赛季实力有点断层 甚至有可能会夺冠 这时候就有担心起猫神 因为AG要是真的夺冠 他想要重回首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除非下赛季大帅的状态直线下滑 对此猫神也是道出心中最大的遗憾 AG夺冠他不会后悔 只是他在辅助巅峰期选择退下 这是猫神觉得非常遗憾的事 毕竟他刚转辅助的时候 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被喷 即便身体出问题也没退 如今正是可以继续创造自己神话的时候 反而选择了暂退 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划算 还能夺冠 只能说荣誉还在我们队伍 我打不了没办法这个东西 是我自己选择的 但是怎么说呢 最大的遗憾是在巅峰的时候没打了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辅助在 登峰造极的时候没打了 最大的遗憾 要夺冠我还有戒指拿吗 我也有混戒指的一天吗 哈哈 我也有混戒指的一天吗 我天天看到MC那混戒指 我也有这一天吗 我也不差这一个 我戒指真没几个 我戒指就三个 戒指真不多 心态放好一点 是我主动选择休息的 只能说你们喜欢的选手 不是因为菜而打不了的 然后猫神还谈到AG的短板 现版本加上选手状态 他们就是无敌的 但因为一直都在连胜 后续要是出现比分落后 选手可能会出现心态波动 导致被淘汰出局 第三轮又是新版本 意味着AG即将迎来新挑战 春季赛能否稳住自己霸主的地位 就看这一轮的发挥了 我觉得AG现在的短板在哪里 我不知道呀 现在看下来就没有短板 短板是可能已经太多了 到后面的那个 如果一经历到那种逆镜的时候 会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短板 我说的逆镜不是趋势逆镜 而是分约的逆镜 会出现变成的情况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隐藏成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版本的变动 某些方面的理解没有刷新的很快 这两个点 就在这个版本的这个心态的情况下 是别的对我是很难以赢的 主要AG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别人都没有了 而且是复制不了人 是夺冠后的心态 就是大家现在都很自信 就觉得我现在就天下雨 对手就那样子 总的来说 猫神在巅峰期选择暂退 对于他本人而言 其实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毕竟KPL根本不缺因为休息 突然就被取代的选手 比如这赛季的彭彭 还有之前的九成 至于AG的短板 就像中意所言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出状态 新版本的理解 又比其他队伍领先 春季赛 他们就是无敌的 反之就可能会迎来阵痛期 调整不过来 就可能无反国怪了 大家觉得呢